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anna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就来夏天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我这样 会买点一些新衣服来迎接夏天的礼物呢 我最近就在Unico 里入手了一些 我觉得夏天会很败败的项目 所以就决定今天来个开箱分享 这次其实就经Shoppe去买Unico 就可以在网上买东西的同事就去买钱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Shoppe 究竟Shoppe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它是一个网购现金回赠平台 大家只要经过Shoppe的连接转去你想买东西的APP 或者是网站买东西就即时可以赚出现金回赠 他们回赠的钱你可以通过FPS转到自己的银行户口 就像我今次买Unico 这样 再加上信用卡优惠和Shoppe的现金回赠 就会着数很多了 现在在Shoppe里注册其实都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下转APP 然后用你的电话号码做登记就可以了 不过记得就可以输入我专属的邀请码 Brianna2024 那你就可以即时有新用户的30元现金奖赏 你再参加它的营生挑战 那你只要手不订单消费满100元 就可以额外获得70元的现金奖赏 加上就已经有100元的现金回赠了 好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久的Shoppe 终于要回来我们的正题 就是我究竟在Unico 买了什么呢 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就是多工人抗Yuwei可愧式的莲母爱托 其实我体验了它很久的了 因为在夏天来说 你除了天天要塗黄色之后 物理性的黄色都一样重要 它的质地除了抗Yuwei之后 其实它是一种线水的质地 所以你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一样合用 而且上手你会感觉到它是非常轻型透薄的 它还给了一个这样的袋子 就可以把整件衣服塞进去这么小的袋子 所以带出间一点都不会压位 加上香港最有名的就是商场冷气够冷 所以出入冷气的地方 其实戴上这件衣服就不会太冷了 穿上身就发现它真的够轻 而且因为它也比较宽松一点 所以穿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虽然平时应该会比较少用这顶帽子 但是始终有帽子会比较方便一点 第二件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ARISON的棉质T恤 其实它是一件白铁 我一年都会比较少白铁 但是一件好的白铁是可以陪伴你到整个夏天 这件衣服它的版面设计就是比较宽松一点 下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前短后长 一个小开叉的细节位 对我来说最吸引的地方都是它的物料 它就是一个叫ARISON的物料 但是比较透气透薄一点 而且还要是吸汗速缸的 这件白铁我觉得穿上身的版型挺好 虽然它是宽松 但是不会有一种很脾气的感觉 来到第三件也是我一件钟情的款式 就是这条橄榄色的工装褲 不知道大家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它 我超重要的一看下去 就已经觉得是有型格优客的味道 来到也没有令我失望 我觉得这个绿色不是平时那种很深的冠绿色 我觉得它是比较容易carry的 这个库头其实是一个橡筋的库头 扭扣的位置是啪啪扭 那就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侧面是有很多袋 我超喜欢的 首先这里有一个袋 平时正常的袋都挺深的 然后再侧面一点就是一个超大的袋 这个袋iPhone Pro Max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它就没有扭扣的 就是你纯粹一个这样的袋 穿上身之后我发现它是比较像中松 虽然它是掌握的 但是你也是可以将整个手绳进去的 但是呢 幸好它又被一条索性带来 那你就会绑回你的裤头 它是适合的那个大小 加上刚才那两件衣服就是我第一个造型了 那我自己觉得看上去都挺舒适 还有休闲 还有少少型格的味道 然后第四件呢 就是这件绿色的年质练身裙 那我觉得夏天来说 是一定有一条年身裙 感觉才会比较有度假标 那这条年身裙的本色就很漂亮 大家看看 是有少少发色的风情 而且它这个绿色和刚才的橄榄色有少少不同 会感觉更加清新 和显白一点 那我自己觉得它应该可以有两种穿法 就是单穿或者在里面再穿衣服做打底 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换了上身了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显白 我觉得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喜欢它 而且它的领后也设格挺好的 大家看一下 它虽然是背领设格 但不会太低空 对我这些比较保守的人来说 就会觉得安全很多 然后它这个腰间有一个绑带的设格 就可以提高它的腰线 看上去整身的比例就更加好了 我想说有一个加分位 就是我穿上身之后才发现 原来它是有连一条打底裙的 即是它是连着的 那就可以不用怕会偷底 非常之贴心 第五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鞋 其实它是一个设计师的款式 你看前面就是一个白色的卡扎 其实它还是很黑色的 但我自己觉得白色 好像更加适合夏天 而且我觉得它拖鞋的设计 就出现很方便 所以就选了它 虽然看上去很笨重 但其实它穿上脚也挺舒服 和挺轻身的 你看看 立即增高了 来到第六件 就是这个mini版的斜尾袋 它是一个半月形的设计 而且质的质的质品 而且质的质品 虽然看上去比较小 但因为它是布料的关系 感觉都很实用 你看看可以带到超多东西 它这个白色又不是A4纸的白色 它有点米黄色 所以跟我这件绿色衣服特别配 可以这样背 这样背 这样背 这三件就是我第二个套 看上去是不是比刚才少女一点 第七件就是这件灰色的衣衣 它的质品就是比较柔滑舒适的质品 而且它是不需要怎么打理的 你看看这样做完之后 都不会很炒 所以不烫衣服 出门桌都可以的 它的质面其实有点像蝙蝠袖的设计 由于没有一个明显的肩膳位置 所以看起来就会宽松一点 有一种慵懒感 第八件就是这个ARISON的 有空箭板背心 大家看看它是一个平口的设计 我自己觉得它戴了空箭就很方便 你出门口就这样一粒就可以出去 那些质感也是跟之前ARISON的质品一样 就有一种冰凉的质感 而且它这个吊带是可以拆的 你就可以瞬间变成tube top 就是这样 最后一件就是一条麻疹的裙褲 大家看看 它前面就是裙的设计 好像可以揭起 是一条裙 但其实后面就是一条褲 超方便 而且它这里也是橡筋的斧头 就会舒服一点 我自己觉得它的设计超级好 看起来又很斯敏 但又不用担心它走光 因为夏天我也是以浅色为主 所以我就选了一条白色的裙褲 但大家也不用担心它会透出来 首先它的麻疾是比较厚的那种 然后大家看看 第二层就是有个打底褲 我觉得裙褲的长度是刚刚好的 大家看看 它就在膝头那一对上一点的位置 它就不会太长 弄到脚好像很短 或者太短看起来就很暴露 它看起来就很斯文 我觉得上班也可以 你出去玩也可以 毕竟它是一条褲 就会很方便 不用怕会走光 以上就是我在unicor买到 觉得很适合夏天 有很百搭的items 希望可以帮大家 从中获得一些link或者ideas 提提大家 unicor就有感谢键 你可以留意一下以下几个日子 首先就是5月31日 6月3日至6月5日 期间unicor就有10%的cashback 然后6月1日 6月2日和6月6日 就有12%cashback 我觉得最划算是6月6日 因为它日晚6点至11点59分期间 是有15%cashback 再加上卡优惠 和shoutback的现金回证 就有三重优惠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狗物的好时机 那我今集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条片 如果喜欢的话 就记得给个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还有记得隔壁 那你就在第一时间知道我的更新了 好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